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新的 中国的歼15现在台湾媒体外媒都在吵 中国歼15被台湾什么锁定,那是扯淡 但是咱们要明白,中国歼15还是面对F-35B的时候要吃亏的 它是隐身战机 所以F-35B现在马上要登上日本的航母了 歼15,歼35马上要上舰 所以现在必须要加快速 日本的加号准航母要搭载F-35B 雷达截面已只有歼15的1% 山东线辽工舰现在必须要尽快换歼35 据美国的新闻周刊说 日本加号准航母目前已经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基哥 准备进行F-35B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测试 加赫号是日本出云集第二艘 满载排量是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吨 满载排量 标准排量一万九 满载排量两万七 长约是248米宽38米吃水7.1米 能搭载14架的直升机 同时起降五架 17年正式入议 18年日本批准初云号与加核号改装计划 然后21年10月初云号在日本沿海 进行了F35B的首次测试 就是首次飞行测试 加核号是在3月份 今年3月份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装 它的改装内容给介绍一下 将T型的箭手改装成长方形 再增大甲板的结构强度 甲板铺设耐热图层 就是它能够承受F35B尾烟的灼烧 还可以增加华越甲板模块 还有相应的配重 加核号在设计之初 就是留下了搭载F35B的改装的余地了 不用对着结构进行颠复性改装 难度不大改装 改装完成后 加核号就可以搭载10到12架F35B 预计27年加核号就能完成改装 那个时候日本购买 日本已经购买了42架F35B 那个时候 它可能就将F35B部署在军舰上 而且加核号的F35B有望是权重起配 F35B是美国新一代短距的垂直起降战机 属于五代舰载机 18年正式服役 长是15.3米 翼展10.65米 高载5.28米 空重是14.7吨 正常起飞重量是20.1吨 最大起飞重量是27.2吨 采用的是F135的PW600无扇发动机 它是单发 短距起飞推力是169.5千牛 实现短距起降F35后舱中心位置 设计了两个直径1.7米的生意风扇 发动机尾喷口也采用了三轴程设计 可以进行九路偏转 加号搭载F35B起飞重量能达到多少呢 这个起飞重量 F35B的起飞重量只有16.8吨 可以采用生力风扇 还有复杂的喷管传动物 F35B空重是14.7吨 远高于F35A的13.1吨 这样一来扣除空重之后 垂直起飞的F35B只剩2.1吨有效采合了 你算一下就知道 2.1吨 如果带1吨弹 那就是只剩1.1吨油了 这个作战万劲非常难看 正因为垂直起降腿太短 所以F35B最大的起飞方式短距起降 这种情况下只需要122米 F35B就可以到达22.7吨的起飞重量 已经是接近坚数了 那就说它可以滑跑 华越起飞122米 能带22.7吨 接近F15 接近殲15在105米 华越跑到起飞的重量 殲15怀越起飞不同 是它的短距起飞状态下 F35B的生力风扇是工作的 喷流向后倾角15度 主发动机喷口也是向下倾65度 降低机翼的增生负担 那么起飞重量达到22.7吨 扣除14.7吨的空重的话 那就8吨的载弹量 我上期谈了殲15 带是也差不多 可以满油是6.1吨 带1.9吨弹药 我们带5.2吨弹药 F35B的航程在满油状态下 在1667公里 这是超过殲10 1650公里 伊丽莎白女号号的经验 如果华越跑道增加到167米的话 它也华越起飞加板 F35B可以到27.2吨的设计最大起飞重量 这时候有效载荷就是12.3吨了 从8吨升到12.3吨 F35B满油情况下 外挂载荷是能达到6.2吨 我们殲15是5.2吨 做着半径也可以增加到900公里以上 据到迦鹤号 它有全通甲板 跑道长度几乎是与全舰长度相当的 而且迦鹤还有加装了华越飞行甲板的计划 华越没听错 它又加一个台价 只要在舰手增加 加装一个1000吨的华越平台的话 在舰尾增加同等重量一个配重 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它 可以怀疑起飞了 这样一来加贺搭载F36B 就可以达到27.2吨的最大起飞重量 排量也会达到3万吨了 变身一个中型航母了 而且因为搭载5代舰载机F36B 就战力而言已经超过了法国戴格勒号航母 中国两舰山东舰了 那说它应该是抢到全球第二了 相比殲15 加和号的F36B最大的优势是隐形 它正面雷达截面积大约就是0.065平方米 比苏27向前应该超过10平方米 低两个数量级 这个战程优势非常大 不仅如此 F35B的内置弹舱还可以容纳两枚 甲斯姆隐身反舰导弹和两枚AM120D空弹 甲斯姆是不但隐身性能优异 而且长程在550里 红旗9B防空导弹射成两倍以上 F35B的隐身性能 跟殲15拉开一个代差 殲15论如何怀疑起飞型 它和弹射型不能比 对抗中你肯定是不利 F35B更远距离发现锁定殲15 殲15探测的F35B的时候 其实人家已经至少两轮齐射 弹药齐射了 你基本上就没有反击机会 F35B是隐身 我们也有隐身 殲35 殲35是隐身作战比 隐身方面是至少可以跟F35B拉平 那就挽回空中的一个劣势 殲35在9月份成功上舰是测试了 距离定型量产应该是越来越快 除此之外 加贺搭载F35B垂直 最大影响应该就是 日本战斗机 它可以在刁鱼岛东海热点地区直接遁守 以往由于距离限制 F15在两个地带制空时间都非常短 加贺搭载F35B的局限性 当然也很大 首先就是没有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支援 它有F35B 但是它可没有固定预警机 还有就是殲35 哪怕是华越版本的殲35 F35B的雷达试距 导弹射程飞行速度 机动性能和殲35还是有差距 殲20更不要说了 包括我们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日军其实也是没有活路